哈喽 大家好 欢迎访问海星微客团 今天这个微客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Vegard的一个 苹果手机上面的一个演示 那大家现在看到一个屏幕上 应该我已经把我的 苹果手机投影到我们的桌面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那Vegard他目前他官方是没有提供市场中 所以我们使用的是 Townsoft提供的一个市场 那我们所以我在我们我们先 登录 需要说明的必须使用美版或者是其他海外版的一个账号 就是苹果的一个账号登录 那我这里 脸色一下 你要你在这个 市场里面搜索一下 就可以搜索到 必须如果你搜索那个 安装的话代表你的设备 是兼容的 因为你的手机的版本是低 9.0版本是不能够安装的 他会提示你版本不兼容 这是一个要说明的 那我这边已经安装了 我就演示一下 他这个 Townsoft的这个我们点击一下 然后点击他这边 这边稍微放大一点 那这边的就是 这次我们点一下 他们他可以 他官方有提供8个服务器免费可以使用的 然后这边 8个是他默认的 这8个是不能 单调的 然后 这边可以添加 我们这里做一个示范 就 他通过多种方式 通过文件 通过二维码 通过解贴板 以及通过你手工输入 我们一般会使用的是二维码 快速的添加 那就少一少 我这边 演示一下 那我这里有个 非盖的一个账号 他的配置文件是这个 那我需要把这个配置文件 生成一个二维码 我直接在百度里面搜索二维码 随便打开一个 然后把这个粘贴 然后再扫一扫 他添加在那 我们随便输入一个名字 就是这样就可以添加进来了 那下面他这边有一个显示延迟 显示更网的IP 你要 这一个就是 就是 就是重启 重连就是假设你微语码是断开 他自己重新连接 在 这个 可以 就是你开机的时候 就自动连接 你看 因为 等你的手机开启的时候 他就自动 这个就是一个IPv4的一个协议 他有两种协议可选择 这个下面的就是一些相关的一些信息 但是他这个 这个 他提供的 目前是 没有个安卓版的那种利用分游 那 所以他这个所以都是全局 带你出去的 那这边我直接 连接一下这个我刚刚扫描的这个看能不能连接上去 这个连接这样的状态就代表已经连接上去了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公网IP就已经变了 那我们在 这是我刚刚自己制定的 啊 那他官方也提供了很多种 我们选择一下 点击这里选择一下 那他就提供很多种 我们看一下他也提供哪几个 12345678 8个 那我们 看一下延迟 啊 看一下德国的我们 已经选择德国我们再看一下能不能连上去 点击一下这个 可以连接上去德国的IP马上就显示出来了 我们再看一下 费呢 费南的能不能连上去 也可以连上去 让我们再看一下荷兰的 荷兰选择这个 也可以连接上 基本上大部分的现在这个 可以连接下后续 不知道能不能连上去 可能弄的人数多了 或者国内可能 哎 他的这 他本身就是 8个服务器 一个IP 加入一个核名单 就可能是连不上去 那个时候 你就需要自定义的一个 啊 IP 这个配置 我 我早期有几个视频 啊 啊 一键安装的一个 在vpn是安装 这个 服务器端的 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在那个视频里去看一看 那连接上去以后我们再试一下 速度怎么样我们选择一个 德国的 选一下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这 刷新 这里有个直播 看我 这个速度我就不做测试了 因为可能受盘权的问题 到时候 他可能马上就能检测到 那我这边 再讲一下他如果假设你 设置好了以后你添加了配置文件 因为你不需要的话 可能是这个这个配置文件失效了你要把它删着就往 往左边拉一下你要选择这个 inact inact 删掉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 苹果 手机的微嘎的一个 呃演示大家有什么问题的或者是有什么建议的可以 在我们的视频的下方给我留言 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